剩下的部分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说要按照哪一个类别去做分类的时候 比如说我按照业务、按照产业、按照产品等等这几个项目好了 我希望呢让他自己去分出来 最后呢可以是小咪、小张、老王、英雄、菜头这几个人 那这部分当然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预先分类 那预先分类的话呢 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上礼拜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可以有一个功能 这边我再做一次按右键 可以先把这工作表先复制起来 复制那我把它复制到这个之前好了 这个再建立一个 建立副本就是再复制一个按确定 再复制一个之后的话呢 那第一个问题说 这边有资料呢会重复 所以呢我们必须怎么样呢 移除重复 那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动作请一定要先做一个排序 不管你是A到Z也好 或者是Z到A也好 就是先排序 把一样的资料呢先排在一起 好排序 这边按扩大排序 那因为已经排过了 我把Z到A再排一次好了 重新排一下 那一个是按照笔 这个是按照笔划 笔划排序 排完之后你会发现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只要什么呢 只要第一笔的话 那我势必要怎么样呢 把下面这些资料删掉 下面资料删掉 有没有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方法有点愚笨 为什么呢 其实哦 如果有更快的方法 当然我们就用更快的方法 那这里特别注意就是说 在这里哦 记得啊 这边有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功能呢 移除重复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功能哦 仅限于2007以后的版本 也算如果你2003的话 没有这个功能 那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呢 在2003就有点麻烦了 你就要想另外的方法 是不是说可以自己写一个VBA 是移除重复的 那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 这边的话呢 我们来移除重复好了 游标放里面就好 移除重复 那特别注意呢 选取的时候呢 先取消选取 我要针对是业务部分去做选取 按确定 它自动会帮我移除 不过特别注意哦 我记得我好像试过了 应该它只会留第一笔 每一个资料的第一笔 只有第一笔存在而已 那其他的资料呢 通通把我删掉了 通通删掉了 好确定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要怎么样利用这个名称 去找到这里面的资料 好有没有 那这里的话当然 我们以前是 如果用人工来做是用什么呢 用筛选 然后筛选的部分的话呢 再给它一个比如说小咪打勾 按确定有没有 再把资料复制贴到小咪这边来 一个一个来做的话呢 其实很花时间 而且必须要先产生这么多个